一年都在Copatino举行的国际童玩节 今年第一次在南湾桥教中心举行 平时安静的南湾桥教中心 在14日这天 犹如搬来了台湾夜市一样 热闹非凡 吸引了数千民民众到场 今年国际童玩节的主题是台湾真善美 舞台上展示着各种精彩的节目 从纳路湾歌舞到威风大鼓 现场折摆开60个摊位 展示丰富多样的台湾童玩游戏和美食 在童玩游戏区 充气跳跳床 淡珠台 捞金鱼等游戏 让许多小朋友玩得不宜乐乎 在美食区 从传统的台湾美食 到湾区当红的牛肉面 应有尽有 让民众食指大动 而憨太可绝的超级大玩偶台湾蜗熊 每次出现都人气爆棚 老老少少都想跟他来张合影 今年的国际童玩节 已经是第13届了 主办单位 北加州台湾文化体育协会会长张智阳表示 那我们有两大诉求 对于这样子活动 第一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能够有一个软性的国民外交 当世界动荡的时候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童玩 这个大家 come on 的一个话题 来表现出我们自己的一个 和平的一个诉求 第二个我们希望说 因为在湾区科技的发展 却也常常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少 还有一些亲子关系 家庭关系 有一些比较少的互动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互动 带着这个家庭朋友们来到这里来 能够放下山西产品 来享受你们自己这边的活动 美食 还有游戏 还有一些的表演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一天中 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 也重修复好你们的家庭关系 国际童玩节展示了台湾独特的文化和魅力 也让湾区更多主意了解台湾文化 库巴提诺市长魏宏 向童玩节主席张智阳颁发了祝贺状 他希望童玩节明年能够回到库巴提诺举行 前加州众议员朱感生者表示 南湾桥教中心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重利好因素 是举办童玩节的好场所 今年的国际童玩节也吸引了许多嘉宾到场 包括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奈明启及夫人云文珍 南湾桥教中心主任庄雅书等 加州台部长马世云 加州众议员罗大论等民选官员 也派出代表参加了游园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